现在所说的是你们难以理解的第一方便法 妙法莲华经 是唯一佛圣的大妙法 诶 佛佛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连号称智慧第一的瑟利佛都不能了解 那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是啊 难道没有人能够了解透彻吗 是啊 该怎么办呢 佛陀啊 我们现在都渴望想知道这至高无上的真理 而且也衷心期望了解这诸佛所称扬的第一方便法 瑟利佛 即使我说出来你们还是无法了解 如来的甚深智慧啊 佛陀啊 请您看看这些敬仰您的信众 全都因此而感到迷惑的样子 佛陀啊 无论如何 恳请您教导我们 请您为我们宣说这部法华经的实相吧 社里佛陀佛啊 社里佛啊 不要说吧 不需要再说了 因为一旦我宣说出来 一切世间里的天龙八部 恨世人会感到惊恐不已 而不敢修持下去的 佛陀佛啊 弟子向您真诚地请求 请您无论如何 为我们开讲这妙法吧 我相信与会的无数众生们都曾亲近过诸佛 他们的根性非常的勇猛 智慧也非常明了 如果听闻佛陀您说出来时 一定会深信无疑的 不 不 不行 如果我开讲这部经 一切世间的天人和阿修罗将会恐惧惊慌 而且会使一些增上慢的僧侣们 内心变得更娇慢 因此而陷入大火坑的 有这么严重吗 群聚在这里无数的信众 合掌向您礼敬 正等待着您的教导 他们都欢喜着信奉 并遵循着您的教诲 而您的教导使他们获得了真正的幸福和永恒的生命 我们多么渴求听闻您无上智慧的法语 因为那是人们难描难会的喜乐啊 佛陀啊 弟子舍利佛再次恳请您宣说这部经吧 虔诚的舍利佛啊 因为你三次恭敬地恳请佛陀说法 所以我决定要宣说 听好 仔细听好 仔细地听着 并且牢牢记在心里 一 喂喂喂 听到了吗 听到了 你看佛陀到底要宣说什么开悟之妙法啊 嗯 是啊 我们不是都已经开悟了吗 难道还有比我们更高深的开悟之理吗 这是不是在说我们的开悟是假的吗 不真实的 不不不不不不 绝对没比我们更高深的开悟之理的 是啊 对 我们不相信 哎 我们走吧 我们离开这里不要听了 哼 哼 走了 啊 这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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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性中 相继地离去 佛陀 这 长老舍利佛啊 你不必为此而担心 这些离去的人自大傲慢 心中认为已经得到究竟开悟 如果我宣说这开悟之理 他们会丧失自尊心的 现在还留在这里听我说法的人 都不是多余的 也不是心智卑劣的人 你们都是真正对佛法信心巩固的人 请你们务必要好好听我说法 佛所说的法是真实不虚的 但是很难正确地理解 所以佛就用种种方便 辟语来阐述这个唯一佛圣的道理 这个法只有佛 可以